另外面对美国医疗保险还要再涨价 引法族的健康谁来关心呢 南加州知名的中心健保 不只十多年来年年举办了免费的大型议诊 甚至针对糖尿病提供了健康讲座 要来照顾长者的健康 一口气出动超过120人 医疗团队大成仗 中心健保年度免费议诊 不只提供来宾从头到脚 十多项健康检查 再加上医疗人员现场专业讲解 让近千名年长者都能感受到 中心健保维护华人健康不遗余力 就是因为我们要让大家知道 我们中心健保在我们华人社区 已经服务12年了 而且在我们华人社区里面 也有很多中心健保的会员 所以借这个机会来和大家见个面 而且能够提高我们 整个社区的健康的状况 在这里我们也特别有了两次的讲座 主要是讲到糖尿病 至于健康讲座上 主讲人蒋安邦医学博士 还特别针对糖尿病 强调华人与亚裔 是最高发族群之一 因此有必要从糖尿病管理全攻略 和走出误区实在有健康 两大部分深入讲解 强调疾病本身并不可怕 中心健保医疗总监蒋安邦表示 真正可怕的是病发症 可能会影响到所有器官 血管以及神经系统 因此一定要定期健康检查 观众想要了解更多 请上中心健保官网 东三线文团队在博山期的采访报道 希望此情况少如时候 为此找人码 物颌